在努力帮助这两位男士调整精神关系的过程中 历史顾问委员会把对他们的前世关系的概述给结合起来 委员会提出的前提是了解形式并成为它的掌握者 简单的说解读从阿卡西记录中一点一点收集的信息如下所述 在古埃及斯蒂芬·莱文是一位天才的抄写员和一位被埃及人 他家乡被北方一个入侵的国王给攻克了 今生国王成为了罗伯特·米歇尔 尽管在当初新国王创建了一个新的政府并制定了许多利益埃及帝国的新法律 但他仍然被视为一个外国人 后来抄写员的才华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他被授予一个代表北埃及人的责任职位 成为国王和人民之间主要的交流纽带 尽管他属于被压迫的民族 但他拥有异性的品质履行着他的职务 而在今生他体现为斯蒂芬对他人的控制 用历史顾问委员会的话来说 由于你是一个土著而统治者是一个外乡人 你始终有压迫感 但是你仍然工作并与每一个人合作来开发你们的国家 并给予人们对道德文明和灵性真理的更多理解 今天为了发展你在那段历史时期和其他时期所做的 你选择去成为这项工作的领导者 并且有能力去给予人们对他们与创造者之间的关系的更好理解 接着你工作在巨大的困难和收获下 这一次权力会或阻碍或促进你手中的工作 案例9275报告文件 这种情况使两位男士之间颇为自然的产生了敌对感 因为罗伯特米歇尔以前是一个统治者 看起来他时常怀疑这位不仅比他年轻及生活经历也更少 而且也曾经是他下属的个体的决定 相反的斯蒂芬不再觉得有被抑制的需要 无论罗伯特米歇尔正向他质疑些什么 他都容易被激怒 同样的在斯蒂芬的内心深处 他不能克服那种案例165 传然是回到被攻克的感觉 与此相反的是 罗伯特不能克服那种案例900 事实上并不喜欢他的感觉 这两位男士在巴勒斯坦那一世有过另一场延世的关系 有一次在重建耶路撒冷之墙的时候 罗伯特米歇尔当时是一位武士护从 抵抗上帝的子民的回归 他曾经战斗过的敌人之中 并且输掉了有一个是安利900 他正试图夺回他的家乡 就是在耶路撒冷和埃及这两场经历 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天生的对抗感 不管这些对抗感到底起源于何处 历史顾问委员会指出 这两位男士都对凯西工作有所贡献 对斯蒂芬·莱文来说 除了他的财政支援外 他灵活的心智也使他不仅是凯西解读的一名研究者 同时也有能力成为一位教导解读理念的老师 在另一方面 罗伯特米歇尔有着在共同的利益上 促进和支离人们的能力 这也很明显 由于他的商人背景和工作经历 他能给年轻的凯西协会提供很多建议和忠告 两位男士被鼓励来合作 互相学习 并记住 不管前世的遭遇如何 他们现在在同一阵线上 历史顾问委员会还说 当然你们两位都不必要带着块不能转动的石头来尝试合作 这是一份艰难的工作 是的 但是人类灵魂的进步 本身就意味着一份接一份的艰难工作 尽管如此被建议 两位男士还是从来没有解决过他们的艰难关系 由于他们都遇到了股市风暴和财政挑战 合作变得不是很重要 最后斯蒂芬开始担心别人会为了他的钱而利用他 他退出了协会 并撤走了对协会的财务支持 罗伯特仍然参与着协会的工作 没有被这位年轻人的离开所打乱 事实上他注述过艾德加凯西 告诉过他 随着案例九百的离去 或许那些留下来的个体们现在能更稳健愉快积极和虔诚地继续展开工作 但他们错过了合作的机会 罗伯特米歇尔于1940年去世 斯蒂芬莱文于十多年后去世 既然关系未被解决 根据解读的观点 他们会再一次相遇 阿卡士记录会再次把他们吸引到一起